关系红海所列入接班的高层站上 传出因为受不了郭董的高压管理 两个人还撕破脸 就是在这里 红海位在土城的办公室总部大楼 周时间到了 戒备非常森严 也似乎没有任何人进出 是不是从上到下的高压是军事实管理 让高层出走 一连串的议测正在发小当中 遭到平面点明的 就是这一位长相斯文 戴黑色细框眼镜的 前红海事业群总经理谢冠宏 能够撕破脸 这款描述会让郭董暴怒 原来是因为谢冠宏跑到日本 没想到郭董临时找开会 狂打手机没回应 气得郭董直接把他开除 在红海苦干十年的谢冠宏 不甘心提出公然侮辱 郭台铭气得再以不实言论反击 红海可以照顾你的家人 但是你要把你的生命全部献给公司 高压逼走高管 传得沸沸扬扬 海出面反击 这离职是私人原因 打上官司更是子虚乌有 事业群主管离职的原因 纯粹是因为他那个时候 事业群的绩效比较不好 所以他就公务的关系离职 都是媒体误传的关系 然后所以公司这边 跟那个离职的高阶主管 目前并没有关系 老板对离职的主管 一直都相当的欣赏 而且也很礼 所以他们两个关系是很好的 联盟澄清就怕有后续效应 周刊更是指出 从2002年开始 傅志康前行政总裁忽然闪辞 2013年跟赛博数码创办人张瑞玲 关系都降到冰点 多少都跟郭董的强势管理很有关系 争权夺利是好汉 开疆辟土真英雄 鼓励鸿海人争权 打不走骂不退 这才是郭董用人哲学 涅剑白 郭董爱财 给的薪资更是大方 只是要在鸿海领高薪 而且还要领够久 恐怕心脏要够强 郭台铭的这个管理方式 它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军事性化的管理 那鸿海的做法跟一般的企业是完全不太一样的 所信人才出走 没影响到代工iPhone 5S大卖总市值正式突破一兆元大关 外资美龄还买进 25号更宣布富士康决定跨入食品市场 选在河南郑州和赛莫菲科技 成立富士康食品公司 只是鸿海股在没反应 25号股价小幅震荡 因为鸿海反正现在有Apple Apple如果既然正常出货 它后面新的订单 鸿海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随着集团不断扩张 郭台铭的强势管理作风正面临严峻考验 东森财经新闻 路易珍 郑彦龙台北采访报道 先进光涉嫌窃密 大逆光提告并表示 这比HTC内鬼案更严重